为了促进与台湾的交流连结 加拿大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总会长张建礼 号召全加拿大各地商会会长与干部 共同组成加拿大第一届促进投资台湾参访团 到台湾访问 行程尾声来到乔委会 由委员长吴欣欣 率领副委员长吕元荣 乔商处处长汪树华等多位主管接待 共同与会交流 非常欢迎你们来到乔委会 那么特别是我们加拿大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我们组了一个这样的第一届的所谓的 促进投资台湾创伙团 我想对于政府现在在倡导 国内整体的经济发展来这一个 鼓励欢迎所有的我们的台商 乔商外商来台湾投资 来台湾考察 跟政府的政策 基本上这是对应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必须高度赞扬我们这一团 加拿大台商总会目前有五个地区商会 共同组成 包括卑诗省 魁北克 多伦多 沃泰华与亚省 访团成员当中早已有人在近年 率先归于返乡 回台寻找优良产业标的投资 这场座谈由乔务委员汤远芬主持 与会成员把握机会踊跃提出意见 包括乔信宝贷款问题 商会规模与培育青年接棒 委员长也分别一一说明并提供建议 让团员们感受到乔委会为乔包与台商们服务的诚意 加大团商会联合总会回台湾 这是我们第一届的参访团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乔委会 在所有的公务系统方面给我们的一个安排 还有给我们的一个协助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海外的乔团回台来参访 因为透过这个参访面对面的 可以了解到第一个 我们台湾目前的一个政策 而我们乔民在海外 可以如何来协助我们的政府来promote台湾 参访团这次返台 外汇政府机关与相关投资单位 也希望与乔委会加强未来合作并讨论方向 委员长与张建立也互赠纪念品 全体共同合影留念 为台家之间的紧密连结和商业新契机 留下历史见证 台湾宏观电视陈林文元宏书台北采访报道